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警務處處長珍偉雄 分別去到黃竹坑警察訓練學院出席警務人員結業禮 對於普釣船成功前往釣不到的事件 警務處處長珍偉雄就說 事件不存在警方的取態 目前沒有計劃拘捕任何人 當然警方的執法權只能夠在香港境內執法 當船隻將會駛離香港的時候 我們只有兩個選擇 一是留在船上 就變成我們會離開香港的港警 我們也不會再有執法的權 對於補釣人士 可能在10月再前往釣魚島 曾美紅就呼籲 有關的人士 日後有任何活動都要遵守法律 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在致辭的時候 勉勵畢業的警務人員 又說在香港現今激烈的政治氣氛下 前線警員在大型示威活動 或者重要保安工作中 可能會面對市民的挑釁行為 傳媒的要求亦有增加 令到前線警員面對的挑戰越來越大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道 和一些事情 打領 雙方irk